大家好 这里是梦祥文学 喜欢我的故事 请点关注 每天都有好故事说 与你听 清朝末年 苍州有座破旧的岳王庙 经常有乞丐在此秉身 这年腊月初六 寒风呼嚎 大雪漫天 一个叫岳宝六的叫花子 钻进庙里闭寒 几日没讨到吃时 岳宝六又冷又饿 抱着一把稻草藏在神岸下 瑟瑟发抖 无意中 他的目光落到了破庙正中的岳王像上 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怨气 愤愤说道 你姓岳来我姓岳 岳庙还是我家贱 指望你幼后世孙 不想我饿死在庙间 原来 岳宝六的祖上是当地的望族 岳宝六秉身的这座岳王庙 还是岳家出资修建的 那尊岳妃神像是岳宝六的父亲 请能功巧匠速克而成 后来苍周闹瘟疫 除了岳宝六 岳家人无意幸免 饮碗打油尸 岳宝六就睡了过去 睡梦中 他就觉得脚趾一阵剧痛 睁眼一瞧 见一只大老鼠正啃自己的脚趾呢 畜生 老子饿得要死 你反倒把我当夜宵 岳宝六大怒 抄起破鞋满庙追打老鼠 老鼠钻进了神像后的一个破洞 岳宝六不依不饶 用鞋子一掷 鞋子撞在神像后背上 发出了咚的一声 岳宝六觉得声音有些奇怪 上前敲敲神像 发现神像竟然是中空的 岳宝六大喜 这诉神像的事是他父亲操持的 莫非父亲会在中空的神像内藏进什么金银财宝留给子孙 他用石头砸开神像 里面却什么也没有 正当岳宝六大师所望时 突然发现神像腹内刻着几行字 后大儿孙若是遇到难处 就砍下一根岳王神像的左手手指 岳宝六仔细观察 正是父亲的笔迹 岳宝六转杯为喜 用石头敲下了神像左手的大拇指 拇指内只有一张纸条 拿着这根手指 去找北城汪天赐 汪天赐这人是苍州北城有名的财主 岳宝六来到汪家 囚门房把那根手指和纸条递了进去 过了半晌大门大开 汪天赐竟然亲自迎出来 高声问道 哪位是岳少爷 岳宝六成惶成恐 趴在地上 汪天赐叹息着说 没想到岳公子如此落魄 这都是我的错呀 说吧 他命仆人为岳宝六沐浴更衣 然后在前厅摆下宴席招待岳宝六 汪天赐亲自给他斟了一杯酒 说令尊当年对我有恩 我曾发誓岳家子孙若有难处 我一定相助 饭后 汪天赐又让人捧出白花花的银两相赠 允诺日后岳宝六若有难处 尽管来找他 岳宝六怀里揣着沉甸甸的银子 先在仙客楼租了间上房住下 之后打扮光鲜 早上到茶馆吃茶点 中午逛花鸟室 晚上炮戏园子 一日三餐上酒楼下饭馆 过得逍遥自在 那些一起讨过饭的见岳宝六发迹了 全都争先恐后地来给他当跟班 岳宝六来者不拒 每日带着一帮闲人东游西逛 银子很快就见了底 这时有人给他出主意 何不再去求求汪天赐 岳宝六来到汪家 汪天赐啥也没说 命人拿银子给他 有了汪天赐这个大财主当靠山 岳宝六肆无忌惮 挥霍无度 俗话说 讨饭讨三年 撞小子变懒汗 这天 岳宝六早上起来一摸钱袋 空空如也 就摇晃着来到汪天赐家要钱 这次 汪天赐却没有见他 只叫门房送给他一个木盒 岳宝六打开盒子 里面有一打票据 每张票据上都记录了岳宝六讨要银两的数目 合起来竟然有上万两 岳宝六顿时傻了眼 汪天赐的意思很明白 我已经人之意尽 我的银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养不起你这个活祖宗 没了汪天赐 岳宝六又拿起了讨饭碗 这晚 他正在岳王庙里哀声叹气 突然一击灵 心想 既然神像大拇指里有个汪天赐 别的指头里说不定还藏着救星 于是他又敲下神像的食指 里面果然又是一张纸条 没了汪天赐 去找东城杨倪人 杨倪人是苍州东城有名的手艺人 有一手捏倪人的绝活 一炷香的功夫 别人有的捏了七八个 有的捏了十几个 再看杨倪人 只捏了个九层宝塔 别人正要嘲笑他 他揭开塔盖 九层塔 每层都有指甲大的小倪人 或松或倒 或男或女 或醉酒狂歌 或碾须微笑 正是梁山一百单八将 杨倪人一见那根神像指头 忍不住一把抱住月宝六 激动地大声道 当年若不是你父亲 就没有今天的杨倪人 只要有我一口饭 就饿不着你 就这样 月宝六成了倪人作坊里的小学徒 开始他还觉得新鲜 可日子一长就待不住了 这倪人一个卖不了几个童子 靠他发家要猴年马月呀 这天 月宝六正心不在焉的愣神 忽然一阵汁粉香气 飘了过来 他抬头一瞧 一个面容娇美的年轻女子从窗前走过 这一瞧不要紧 月宝六仿佛丢了魂一般 向其他学徒一打听 才知道那女子是杨倪人的女儿 杨倪人眼明心亮 知道她的心思 于是叫来月宝六 说道 有恩不报非君子 我知道你喜欢我女儿 我可以把她嫁给你 但是你要向我保证 以后不许辜负她 要踏踏实实过日子 实心实意学手艺 月宝六一听天上掉下这么好的事 乐得当即跪倒就喊老丈人 满口答应了杨倪人的要求 婚后 月宝六成了作坊的少掌柜 作坊是个小买卖 人手不多 月宝六白天要四处收账 晚上还要跟杨倪人学手艺 没过多久 她的蓝骨头又痒痒了 心想早知道如此辛苦 还不如做叫花子快活 一次 月宝六出去收账 遇到以前一起讨过饭的老乡时 刘三萌 旧人相逢 刘三萌把月宝六拉到酒楼 丢给小司一块银子 叫上好酒好菜 月宝六见 刘三萌出手阔绰 一身豪气 十分羡慕 酒过三巡 刘三萌捏斜着眼说 你这个少掌柜徒有虚名 活得比较花子还累 月宝六脸发红 沉默不语 刘三萌黑黑一笑 你那破作坊累死累活 一天不过赚三五钱银子 有什么意思 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保证让你不费吹灰之力 日尽斗金 月宝六懵懵懂懂地跟着刘三萌 穿街过巷 来到了一处坊间 坊内乌炯瘴气 腰五喝六声不绝鱼耳 满目都是骰子骨牌和满眼血丝的赌徒 月宝六一下子明白了 这里是个赌坊 月宝六三天没回家 杨倪人急得正要报官 月宝六醉熏熏地回来了 杨倪人大怒 你跑到哪里去了 月宝六呵呵笑着 从两根绣管里哗啦 倒出了一堆银子 月父 我发财了 杨倪人惊问 哪里来的钱 月宝六说 别问 以后大家敞开花 他寻到赚大钱的门路了 杨倪人是何等人 一下子就猜到女婿去了哪里 他气得一拍桌子 你当初怎样答应我的 说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实心实意地学手艺 如今你 月宝六不高兴了 咱那作坊一天能赚几个钱 我一晚上赢的够你吃三年的 从此 月宝六整日泡在赌坊 把杨倪人的劝告全荡而旁风 杨倪人一气之下 把他扫地出门 月宝六从此索性泡在赌场 吃喝嫖赌抽 全染上了 傻子都知道 这赌场是炸骨吸水的无底洞 没多久 月宝六不但输得连裤子都荡了 还欠了大笔高利贷 逼债的扬言 还不上钱 就剁了他的双手双腿 月宝六差点儿下尿裤子 赶紧去求杨倪人 不想作放大门紧闭 杨倪人早料到月宝六会有这么一天 已搬到外地去了 苦野 月宝六知道赌方那帮人心狠手辣 自己难逃一劫 情急之下 他又来到月王庙 一连敲下了神像的中指和无名指 里面果然有两个人名 南城陈郎中 西城孙掌柜 月宝六急忙拿着神像纸头里的纸条去求二人帮忙 二人都曾受过月家的恩惠 连凑带戒才勉强凑够了高利贷钱 交到月宝六前 二人说 我们如今算是尽全力了 以后再有事 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还上高利贷后 月宝六仍旧是个穷教花子 他一不做 二不休 敲下了神像的最后一根指头 里面纸条的字是用朱砂红笔所写 四根指头都用过 只剩廊山乌大豹 乌大豹是廊山的土匪头子 杀人月祸无恶不作 月宝六心里打开了小谷 自己文不成武不就 还不如去当土匪 也许这乌大豹看在父亲面上 让自己做个二当家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 他兴高采烈地直奔廊山土匪寨子 让小楼远去通报 半赏 山上人喊马丝 乌大豹骑着高头大马奔出来 一见月宝六 他一双阴质的三角眼里 寒光闪烁 月宝六被瞅得浑身不自在 盲说 大当家 乌大豹一百首 你就是苍州的月宝六 月宝六盲说是世事 然后递上父亲的纸条 乌大豹看罢 突然放声狂笑 月宝六被笑得莫名其妙 乌大豹却大叫 苍天有眼 老子今天总算能报仇了 说吧 他掀开皮袍子 露出了空荡荡的左裤腿 月宝六 我这条腿就是被你月佳人砍掉的 没想到今天你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说着抽出腰间的鸟冲 当胸给了月宝六一枪 轰的一声 月宝六一声惨叫 胸口顿时血肉模糊 那根神像指头也被打乱 从里面又掉出一张纸条 败家之子 留之何用 月宝六大叫一声 猛地醒过来 刹那间 眼前的乌大豹和土匪无影无踪 自己正坐在原先那座破庙里 屋外寒风呼嚎 大雪漫天 什么神仙指头 汪天赐 杨倪人 乌大豹 早已经不见了 原来是长梦 月宝六擦了把冷汗 刚松了口气 却觉得胸口剧痛 扒开衣服一瞧 发现梦里被乌大豹打伤的地方 竟然生了个晚大的洞窗 月宝六目瞪口呆 借着屋外的雪光 看到眼前的月王神像冷冷而立 回想刚才四真四假的黄粱一梦 心里竟然莫名地感慨不已 不久 苍州城里少了个叫花子 多了个小货狼 小货狼不但手脚勤快 还会讲五根神仙指的故事 听过的人问他 世上真有神仙指吗 小货狼黑黑笑着伸出自己满是老茧的手 有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仙指 就看你会用不会用了